各位朋友我是比利,今次这条片会和大家讲一下 如何简单的有几个步骤换到一个无产摩打 如果你是初学者,我相信很适合你 如果你是一个高手,而有更好的办法,请多多留言 当中有些器材可以购买来更换无产摩打 但我不是帮任何人卖广告,所以真的会利用这些东西 立即和大家开始 首先,拆下摩打尺 接下来,拔走这个感觉 最好,拔走一些感觉,让它不要汗的时候做到感觉 感觉有一个很脆弱的部分 之前我用了一些很贵的热烤鸡 后来有个朋友叫阿丁 就说这种热烤鸡很好,淘宝不用200元 怎知真是厉害很多 一个这么便宜的热烤鸡 估不到它的功能更厉害 比一些很贵的日本Goods的热烤鸡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热烤鸡 这个热烤鸡是我们祖国的 真的要说一下 有一个朋友在这里玩开车的 我逃独他,告诉他这些热烤鸡很好 他都逃了一枝,真是很厉害的 除了热烤鸡,还要锡线 当然逃独一些很小的热烤鸡 我就去买Goods的热烤鸡 松香 就准备好热烤鸡 当然要准备一枝线钳 线钳要大力一点 如果是尖的钳就不够力 因为你可能要锡线电线 你都要准备幼一点和粗一点 我最厉害热烤鸡 尤其是年轻的 爱惜自己的身体 用一些好的工具 安全一点 跟着热烤鸡 蘸些松香 会帮忙一点 跟着热烤鸡 跟着热烤鸡 按照计就很快 能锡线 三条线就是这样锡线 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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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真的要換摩托,就把摩托拆掉 一般新玩的話就可以懂得來,很簡單 就把摩托拆掉 新的摩托先上去,但不用上去那兩顆螺絲字 只要先上去那兩顆螺絲 因為應該先上去摩托拆 摩托的位置適合,三條電線上去 就不會有壓力 這個程序應該是這樣的 我會先上去摩托尺 因為摩托尺和大的減速尺的距離 做好了,我才會用摩托尺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距離 你看到摩托尺有少許移動 當我推動的時候 虛位盡可能少 但要全摩托360度 你會發現是有虛位的 安全一點 如果摩托尺 也應該是愈少 但如果太多的話 你會有機會跳尺 而且很快的摩托尺就會蝕 看之前 摩托尺 包括這兩顆 摩托尺 和摩托尺 螺絲 摩托尺 現在摩托尺 不動的 只有這三條線移動 就比較容易汗 汗之前 在摩托尺 摩托尺 摩托尺 你會看到這塊石頭 應該是亮的 還有 應該是 黏在一起 就不會太容易掉 掉 由於原本的電線 都有石頭 應該一起 看起來很容易 很容易 你要 最好按緊 那 辣雞熱 是很緊要的 如果你買了一些 低溫的辣雞 就不可以了 這些一定是重型的辣雞 好些 這樣就好一點了 淘寶也有類似這樣的膠 讓你去控制電線的距離 我都會偶然用一下 它的好處就是 它幫我按緊 然後我慢慢按 都可以 可以按到像 有銀色的波 但你喜歡 就肯定它不會掉 用手 最尾 動了之後 大力一點 拔下去 無論你多大力 都拔不掉 這樣就對了 當然 最後不要忘記 拆回 Sensor 線 這樣就完成了 要呼籲大家 如果你們自己去換一些東西 請你小心一點 始終這件事都有危險的 如果喜歡這些片 請你like share 和免費訂閱 找回BD Speaks裡面DIY 你會找到我之前 很多關於DIY的一些片段 如果你玩開遙控車 又喜歡DIY的話 我希望你喜歡這些片 隨時和大家見面 拜拜